玉里镇长龚文俊邀请到民众还有县议员一起召开了安通野稀温泉泡脚池使用现况讨论会议 因为最近公所接获民众在网路上通报安通野稀的温泉泡脚池没有水可以用 而华林县政府也来含要求公所尽快办理水泉的申请 龚文俊因而积极举办讨论会议要请听民众的声音 玉里镇长龚文俊邀请民众县议员等一起召开安通野稀温泉泡脚池 使用现况讨论会议 因为近期公所接获民众在社群网站通报安通野稀温泉泡脚污水可使用 并且华林县政府也来含要求公所尽快办理水泉申请 龚文俊因而积极办理讨论会议请听民众声音 市长都开口了说希望我们安通部落能够来承接这个温泉的这个维护跟管理 当然我们是非常支持那任何困难那我们就要一起来帮忙协助 这次会议民众相当踊跃 除了安通部落族人以及玉里镇民外其他来自关山 富里瑞瑟甚至南部游客都对这次活动相当感兴趣 林玉本议员强调原住民相关法律的适用性也非常的重要 例如提报新办事业计划 或者是多元就业方案 让安通野稀温泉能够永续的经营 针对法人的部分如果我们成立协会 他是有可以来辅导这个经营跟管理 他的费用是可以来支应 而且甚至开课让我们去学习怎么经营个温泉 然后请我们的辅导单位来进驻来协助探勘所有的设施设备 来怎么维护跟管理 玉立正公所会后妥善会及整合这场会议 民众以及使用者的心声 以合法合理合情来取得有效管理为原则 让部落使用者公所三方取得最好的平衡点 记者高雄双云正采访报导